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05年2月2日 新春的前夕 收莫平信丽村利长楼20楼1个单位 发生意上海人听闻的龙上悲剧 68岁失业父亲李志腾 突然狂声大发 斩杀16岁女儿李玉萍 以及斩商长子阿成 事后还竟然斩下女儿的头脑 扔去村内的垃圾桶 不顾亲情的冷血程度 震撼全港每个家庭 当我知道你小时候住这一区 是否直接住顺利村 我不是住顺利村 我住隔离顺安村 但是因为我在这里读书 所以我对这一区也很了解 2005年时这宗案发生 你就搬走了 但是不是都很留意这宗新闻 这宗新闻我想大家都有留意 因为我觉得这宗新闻 就是典型的 现在香港社会 因为压力而造成的 家庭倫理惨案 我小时候都是住这些屋邨 常常会有这些隔离屋 隔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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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小时候听到隔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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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慘了 比我是個小妹妹 我想我也沒想過親人會落這樣獨手 根本走不了 朋友和朋友之間都可以慢慢談 怎會是家人之間血龍於水 你竟然用斧頭去砍它 對 用斧頭其實是一個很濫滿的工具 很少用斧頭 因為爸爸也有一個年期 我覺得那個年代可能他小時候 看他月宇場片就是用斧頭 斧頭也是一些反派 而且可能斧頭的感覺是受力一點 所以斧頭真的不容易買 你要特意去買一個工具 才去殺自己的家人 如果他特意用斧頭 我有點想是否他很處心積慮 想斬頭下來以折心頭之痕 斧頭真的那麼容易嗎 我記得石尼村有一宗男生 叫女生不要分手 選入屋子就斬頭下來 那個是用Rambo刀的 但這個是親人來的 親人這樣落這個獨手 很多人都說 父女的關係就是上一輩子的情人 已變出來 如果是我 我有個女兒 我一定會疼愛她 很多爸爸都很疼愛女兒 我覺得是她一家之主的地位 受到極大的歧視 最後這個壓力鍋終於要爆了 一鑊熟 還有爸爸又失業 其實現在香港很多人都失業 沒有業 他們有時會自我萎縮 覺得自己很沒用 所以我覺得在這些情況下 其實家人真的要多些支持 自己身邊的家人 你一定要多些愛 多些支持他們 讓他們令到自己還是有用 只是要度過這個艱難的時期 最慘很多人 根本連家人的心情是怎樣都不知道 就是覺得他們好像很正常地生活 但其實心裏面有很多事情想發洩 到她真的發洩那一刻 可能所有事情都一發不可收手 兇手李志騰最終被判入小嵐精神病院 雖然她很有預謀地買了一把斧頭 砍自己女兒的頭 但精神科專家就認為 她是基於精神失控 才會做出這麼變態的行為 在很多輪常慘劇中 除非好像周海亮一樣 精神策劃去肢解自己的父母 否則判謀殺的案例始終是比較少的